那在成立初期 到目前為止 都還有一些核心同工 常常把我們的嘉南讀成嘉安 剛才葉醫師就示範了 我彩頭也示範了 我一講錯 因為嘉南 嘉南美帝大家都比較熟 嘉南婚宴 那去年以前 大概前年 認識嘉南所長 那時候我們知道有嘉南寫的 我們的同工 我們的一些人都不知道有嘉南寫的 但是他們常常說告明的名字 那可見得 嘉南跟嘉拿應該合作 那真的很有趣 那我先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周思文 周思文是我們協會的董事 那那個是我們很棒的同工 德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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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 他是我們的敬拜頭 小鄧 德盛 每次有活動 他都是敬拜 那我們禮拜六去北海 不是北海道 是北海 去北海金山 山之類的地方 他從一開始 上遊覽車 他就帶領大家敬拜戰 然後在 彩虹 彩虹也有 彩虹也是 我們就是都一起 他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不僅只是上課 我們每次上課之前 一定站得敬拜神 已經歡迎神人在 我們都知道說 很多講座 但是很多的課程當中 如果沒有神在 一切都是往來 另外就是支持 你沒有辦法應用 所以在我們的課程當中 都有唱詩歌 站得敬拜神 這個所帶來神的鼓勵 帶來國下座部 也感謝神 那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理受跟負擔 這可能葉律師都沒有聽過 因為我們在協會那時候 時間有限 所以講的很有限 那在我們的電子報 第一期裡面 稍微有限一些 但是我們是比較多 放在我們的意向裡面 沒有關係 請 來 錄 可以嗎 可以嗎 人清楚中的還是有什麼 選擇預先 神清楚中的 哇 回答得還有 我們夫妻民國75 從神學院畢業 那從神學院畢業之後 我們夫妻就一起去 跟我們神學院的同學 一起去開拓一個教學 那這就是神喔 我們會用加拿這個名稱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到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經 是在加拿婚宴 加拿婚宴 那個淡而無味的水 因為耶穌的祝福 所以就變成好久了 很多婚姻都是這樣 剛開始的時候是好久了 在婚姻的初期 你只要貝利蒙 也是本以安就 本以安 那個大概能夠持續 半年到一年就消失無終 那個很甜美的滋味 兩年之後就會 就已經沒有那個愛的好處 那我們發現到說 有一些夫妻更快 有人講說一年是磨合期 現在一年的夫妻就叫分手期 那月利斯會最清楚 那我們看到報紙厭世啊 很多都是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上網 你只要打說台灣的離婚旅 你一上去馬上告訴你 結婚 結婚一萬對離婚五千對 上個月 我們有一個同同的打上去 上個月 一萬三千對 內政部 一萬三千對離婚還有五千對 這上個月是五千對對五千對 上個月 八月份 八月份是五千對離婚 五千對結婚 五千對離婚 當然結婚的不一定是離婚的 不是這樣嗎 結婚的很快樂 那個本以安還在很多的時候 那離婚的就是很一樣沒有 好像吃巧克力那種幸運感沒有 然後又碰到一些陰性問題啦 財務問題啦 溝通不良等等 就會造成這樣 所以神讓我們就想到 就是要用加拿 我們剛開始離開幕會的工作 神就帶我們做一些的訓練 然後後來我們就憑信心 就出來做一個加拿婚姻工作詞 後來我們覺得說好像又有一個東西 總不能說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就找到一個加拿婚姻成長緣 後來教會民怒把我們這個叫加拿婚姻成長緣 後來他的筆物寫成加拿婚姻成長團 然後以後就跟人家講我是團長 師傅是團輔導長 那在這段時間我們用加拿婚姻成長緣 或是成長工作室的時候 神給我們兩段情文 那就是神法里的印象 我們來讀一下 以撒亞書43章 89章 我會一再跨野開大陸 在沙漠開江河 這是神要做的 要藉著我們把一些婚宴 在婚禮當中為期變為轉期 並且帶來婚姻生活當中的祝福 所以神對我們的無事的代理給我們這兩段的機會 還有下一段 我們來讀 這次婚禮成長的要合唱 以這位曾經過死難的要化身入了唱 要生歡呼 因為沒有丈夫的也有丈夫的等於很多 這是耶穂華說的 要破葬你丈夫之地 張檀你居所的慢指 不要懸置 不要放棄你屈指身 堅填過你的懸置 因爲祢能向左向右开载 祢的活力必得多佛佛业 又使他们两个神秘也有能群属 这两段话给了我们夫妻很大的安慰跟鼓励 那从民国83年 83年我们离台幕会的工作 然后到98年 神带领我们协助了内服大使的一些教会 帮助他们基督化的家庭 或者是情绪管理 或者夫妻方面的课程 也举办多次的基督化家庭的课程 人际沟通课程训练相关成长课程 我们也做跨教会 有一些人介绍了一些情侣夫妻 我们就继续帮助他们学习用神的话语 兼顾他们的婚姻 我们从婚前协谈一直做到婚后跟进的夫妇 做得最久的就是有一位姐妹她的男朋友 那时候是新竹排气店的工程师 然后那个弟兄那位先生没有姓竹 然后姐妹姓竹 然后她就从新竹每两个礼拜就做这个上来台北内 就接受不到辅导 那这样辅导了两年 然后现在有辅导了三年 三个月结婚 然后结婚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嫁到新竹去 跟那个弟兄一起住新竹和谐人区父亲 嫁过去以后还是两个礼拜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上来台北内湖 就这样一直持续 到现在他们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结婚八年 他们继续辅导 带着他们两个小孩子 他们就一直持着 然后在教会里面很好的服事同工 那我们就发现到说这样帮助了一些夫妻 从婚前一起陪伴她 那曾经我们在开两性的课程就一起来做见证 大概11月我帮我们一起当父亲 带着他们小孩来做见证 很美的见证 那我们在牧会的时候 常有机会跟一些其他的牧者做一些分手的共同 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跟作者就是有一些夫妻 性主的夫妻如果发生大的冲 常常会向牧者求救 那牧者就常常做什么 消防队 背一个瓦斯 背一个灭火器 到每一个家庭去扑灭 看起来那个火种已经消灭 然后牧者就离开那个家庭 可以不然再去别的家庭 就这样背一个灭火器 但是火种没有灭 因为你只有表面上不灭 所以很多的牧者都面临到这个环境 只要他不来找我就天下太平 有时候他去找别人 甚至有时候当那一对夫妻如果 浮现充足甚至离婚 牧者还不知道 因为太多人要牧人 那我们那时候在教会服侍的时候 就曾经有过这样 我们去探访一个家庭 八点去 到了十点半才跟我们讲 他们实际的问题 可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两点了 那你觉得一个礼拜 我们能够服侍几个家庭 而且那种家庭成长都很大 那有的去到家里 看那个门已经被东西敲破了 窗户也被弄了 那都是已经是火爆的 那为什么会火爆呢 因为累积太久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往这个很严重 所以那牧者也没有那个时间 来做这方面的服侍 而且牧会时间 牧会的例行事情很多 有一些时候要开会 有一些时候要看管 要讲到各方面 所以有些牧者这叫 心有余力不足 那如果固定安排时间协助 协谈帮助婚姻有困难的夫妇 你又不能光牧三对夫妇 你如果牧三对夫妇 其他的夫妇会说 我们不是你的羊 那时候我们曾经在牧会的时候 就会这样 你为什么针对这三对夫妇 比较好 常常去他们的探讨 或者常常去帮助他们 就发现到说 这在牧会的牧者来讲 是有很大的冲突点 所以只能说 只要信徒婚姻 不要大吵大闹 就是天下太平 那从这里 那在这里 我们会成立 加拿婚姻协会的缘起跟过程 就是 有一天晚上做一个梦 神有时候会透过梦 向弟兄捉完 因为白天的时候 弟兄思考太多 不容易听见神的什么 我们从耶稣的养父就可以知道 雅各 雅各 你也可以知道雅各也是做梦 那在2008年 很多次 下半年 2008年的时候 神多次感动我们夫妻 要开始能够更多专一的 从事婚姻 家庭事工 帮助基督徒的生命更新 操练顺服圣的形式 建立跟神跟人有没有的关系 也要训练帮助 有负担的 基督徒从事这方面的服事 或者透过这样的事工里面归准 所以在那一年 2008年的 12月24号的晚上 深夜 我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 神要我们夫妻 好像成立一个媳慰 成立一个婚姻家庭的媳慰 那个梦女 聚会完的时候 有人给我三个信封 三个信封有三把钥匙 有两部车子 有两部车子的钥匙 我还记得一部是Camry 一部是Artist 另外一把钥匙是货车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 然后另外有一个防地器 那我那时候的感动说 如果要送我一部车就可以 不需要这么多 后来慢慢就体会说 慢慢 在我们成立协会的过程当中才知道 神要给我三个童工 两个童工是像一个轿车一样好用 另外一个是载卡多 然后我们就发现到 发现到有趣 因为慢慢在成立协会的过程当中 发现到神给我们的 就是两个藏户领事 那藏户领事就是属于动脑协 就是教师型 非常博集 造车型 另外一个就是 藏户监事 那他就提供我们 现在我们协会的办公室 然后提供他的会计 他的场所 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协会 易卖的东西 什么 你就发现到这个 阿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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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们的藏户监事 真的是 真的 就像说真的是 载卡多 不仅是载卡 他的卡车后面还一楼框 他们公司什么东西都 都让我们免费使用 后柜车 这完全不是出于我们原先的构想规划 我原来跟师母长说 我们就这样做婚前辅导 接个案这样 一辈子到老就够来 这样教导这样就OK了 但是神仍然就透过这事的行动 然后也附续欣喜 甚至于欣喜 去年我们会员大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 薛律师吴以琴 还有一个叫姜儿牧师 结果姜儿牧师之后 不仅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他还做我们的副理事长 那阿富 我们的阿富弟兄 他也是跟我们在网路上联络一下 后来就做我们会员 然后到今年就做我们的秘书长 刘家富 刘家富弟兄 他是一个行政规划 办活动办什么非常好的 如果没有他我们就只是教教课 但是有了他就可以让彩虹活络起来 让年轻人让一些活动 问彩虹他也可以做见证 礼拜六去玩的真的是 真的很有神的恩典 我觉得是神应许要给我们一个强而有力的团队 他这个团队就陆陆续续在成就 而且成立协会 原来不是我们夫妻原来的规律 而且 薛律师也成为我们很好的法律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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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觉得还感谢神 我常常跟师傅讲说我们合得和民 我们真的 这些人都是神打发的 是从神那里领受力量 不是我们邀请来的 说实在我跟薛律师真的是不熟 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姐妹 他在帮助那个姐妹的 有一些婚姻的法律问题 就这样 但是他就很愿意 感谢神 那第二个 在这我们要成立 是弟兄姐妹的提议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异梦 那我就想到大概两年前 2006年 有一些弟兄建议我们 要成立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协会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感动 而且协会 也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那从神给我们那次异象之后 我们才开始认真的祷告 认真的用诗篇131篇 第一节 我们要向神祷告寻求印证说 我们来读 我们的心不重大 我们的脸不高大 重大 这不多的事 我们的脸不高大 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跟神说 我们两个人 我们就安安分分 你这样过日子就好 你这样不用承担太多的 那我说 我们就跟 后来跟神祷告 有一位弟兄就这样跟我们说 然后后来 我们跟神讲说 我们不敢做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 我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比较是 謹慎小清醒 那我们就说 如果有三位弟兄姐妹 主动建议我们要成立协会 我们才有信心明白是神代 将会更认真的寻求神的心命 那我们就这样找到 没有人知道我们夫妻有做这样的找到 那之后在四个月内 出现第二位第三位的弟兄姐妹 主动建议我们可以成立协会 那我们两个又有点像基地一样 我们又跟神祷告说 三位还不够 三位可能是巧的 那求神感动更多的 更多位像我们说 那我们的神真的是奇妙可畏 那2009年的10月份 共有六位弟兄姐妹 不同的弟兄姐妹 在不同的领域当中 就跟我们这样 鼓励我们成立协会 这让我们很惊讶神的领导跟神 很奇妙的作品 那陈理事长是其中的一位 那一次 为什么我们会来找他们 因为我们辅导给一个夫妻 他们财务有些问题 那有个财务方面就来请教神 陈所长看怎么样帮助 那陈所长就从神来感动 他说我觉得你们要成立一个协会 所以他也是催生者 他也是参与在当中 那我们是想说 我们不要成立一个协会 因为我们知道协会很麻烦 我说我们加入你们 那时候已经加南 加南国度协会已经成立了 然后他要有一些训练 有一些课程 有一些职场 我说我们就加入你就好了 我们就在你底下 我就帮你包公 包入一个厚层就好 包一个婚姻家庭的事工就好 但是他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还是要自己成立 就这样 然后这是第二个印证 那第三个就是 2009年9月3号 神对师母说 所以这是 这要请师母讲一下 所以这是第二次的信心 大家好 对 因为原来神太霖 我们在83年4月开始 信心生活的时候 然后那个是 神那时候就跟我说 那个叫第一次的信心 第一阶段的信心 其实那时候 我们没有很有信心 就是只知道说 神要我们这样服事 那是出于神的孤单 可是生活的部分 就是说 就仰望神 那两个 我心里是准备好 如果万一 没什么钱不够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去打工 半工半股 不是 叫半工半股 就是一边服事 一边工作 一边智障房 就想到保罗智障房 然后一边服事 然后一边做神 要我们做 这有困难的不是 结果后来 真的神 没有让我们去做那些事情 做那样的工作 没有去打工 然后每个月都有 没有恩典 虽然有时多 有时比较少 有时整年下来 几年下来 都没有缺乏 而且还没有恩典 常常有时候 真的有恩典 然后 所以 一直到前年的时候 神说要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 神就说 第二次的信心 就是一个团队 就是说 当初是我们两个人的信心生活 要成长到 带领一个团队 整个团队 要来经历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 神的供服 所以是第二次的信心 第一次的信心神给我的图法是 过红海 以色列人过红海 要出埃及 然后要进到 加南美帝的 那个经历 要经历神是 供应的神 是 要把一个的神是 供服的神 那神真的是 照着祂的应许 在这些年里面 就让我们经历到 过红海 然后进加南美帝的 那个属于的经历 所以第二次的信心就是 过约旦河的信心 第二次的信心就是 过约旦河的信心 就神那时候就提醒说 那是过红海 所以接下来 进到加南协会的服事 就是过约旦河 跨越另外一个跨越 所以很感谢神 那在我们 离开幕会的工作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传道人问到 就是说 你现在在哪个教会 我们没有教会 然后那些传道人说 我觉得你还是要找一个教会 现在很多教会 很多教会需要传道 你还是要去找一个教会 来误会 那慧征又看到我 你现在在哪个教会 我说我们还是做这个 德度释放 我说神给我们 在内弧行道会佩达服事 那 那以后他就不说了 因为他发现到 当你一个 如果是从神来的领受 你一直坚持下去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个真实 不是摇摆 或者不是虚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神很奇妙 那第四件事情就是 奇妙的奉献数字 七 就是在九月多的时候 神跟师母讲了第二次的信心 之后的两个礼拜之后 神感动一对夫妻 为我们奉献一张支票 这是我们学习信心 生活以来所说到最奇妙 最有意义的奉献 用七作为开札的数字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成立服事 来说也是出于神给我们的印证之路 就是神似乎在对我们说 祂有完全的预备 祂要服务神 那个为我们奉献的祂都没有 我们只想知道 所以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 奇妙 然后第五个就是 他神负责就是预备了 在那一段筹备的一年当中 我们很多的同工 我们每次两个礼拜就一次的祷告 开会后 我们就向内政部申请 就照我们委托得意 来帮我们做一些行政事务 那个真的好复杂好麻烦 委托他来帮我们做 我们想说 陈所长跟我讲说交给他万事OK 他给我们的费用也是很有恩典的费用 那交给他 但是等我们送去内政部 因为我们是 加拿婚姻家庭成长协会 那我们的宗旨里面有教育 有一些训练 所以内政部就觉得 你既然有教育训练 就要会什么 会整教育部 教育部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麻烦 教育部的规定就多了 专业症状 他就要专业症状 然后他就说 你们这个发起人当作 要五张有症状 那我们三十个人 发起人只有两张有症状 所以又被教育部打毁了 所以你们要找到 还在这下三个 那我就跟师父讲 我们真的做这个很辛苦 你要去找一个人 他有症状 他又不一定认同这一项 而且有症状 通常很忙 都不太有时间 那又要有负担 那我们认为又要齐祖土 所以我们就发代表信 然后就跟一些关心我们 甚至我们以前帮助过的一些 夫妻或者未婚的 我们就去请他们带导 我们就发email告诉他们 然后我们就跟神祷告 是九个月 那时候是 我们就是说祷告三个月 总要有一个期限 三个月之后 如果没有 就当成我们搞错神的心意 就算了 就把它撤回来 就不要继续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神有时候透过环境拦嘴 我们要能够拧练到 知道看到一些拦嘴的事情 可能是什么 我们想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这样 结果 两个礼拜之内 我们有辅导的一对 当结婚的一对夫妇 那个姐妹想起她的表姐 是基督徒的心理智商师 才跟她讲过 说年初她登神祷告 未来有负担在婚姻家庭这个区域 所以她 我也把她 把我们的意象 我们有些意象的见证跟她分享 她的表姐看了有什么 这个她也有感动 而且她也跟神许愿 要在婚姻家庭 在教会或者在她工作职场上 来一起参与 然后她就 她就 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要找三位一个正常人 她的表姐是一位 她就找她的那个 因为她是智商所的所长 心理智商所的所长 她就找她两位同事 那两位同事都是基督徒 然后一位同事在新竹 一位在台北 就是这样子 然后一个月当中就完成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打退堂鼓 然后想就算了 真的是神堂主 那就 那在这一段时间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 就神很奇妙 就预备五位 有专业的 证照的基督徒 那第六个印证就是 每日灵修 每日灵修那段时间 我们正好是读活活的声音 2010年3月23号 活活的声音 那第一段就是 约翰福音 讲到耶稣呼召彼得 三世呼召 他说的牧羊 就是再次的对彼得呼召 所以我们觉得 那也是对我们的呼召 那接下来 接下来3月24号到28号 那连续五月 那一个礼拜 换到 就是说那个活活生命 他不是照基督 他有时候就是 他随着圣灵的感动 那之后他就变约拿书 约拿书就呼召约拿书 尼尼威传了悔改的信息 就呼召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经文 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们要从事 让有一些人 好像在那个水深火热当中 就会出来了 或者年轻人要进入围城 好好训练他们 因为我们真正有一个观念 叫婚前多一分准备 婚后少十分疲累 而且我们认为预防剩余制 然后在去年 前年五月收到教育部的那个 后来他们就通过了 后来就通过了 那 那感谢神 我们在用 这十六年来 没有其他协会 用加拿名称申请 所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都在叫你 写好几个名字 万一这个不行换这个 我们就写加拿 直接写加拿 然后内政部又说 加拿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讲说 这是圣经约翰福音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 这是加拿婚宴的意思 神的祝福第一个神经 所以我就去查加拿的 英文的意思 我就把它讲 是丰盛 使人满折 然后热情 我们去查 所以我们希望结合社会公益人士 一起去关怀家庭 关怀婚益 去帮助年轻人 所以 这个 让我们体会到说 我们要从 把那个平淡的水 变成好久的神机 可以在每一个破碎的家庭 或者是在那个年轻人 当中 来做一个好的 让他们经历神的一致修复更新 让他们可以 避免进入婚姻生活 从好久变为水 我们要让那好久能够持续下去 愿一切荣耀归给神 那神也要透过这个协会 可以帮助更多的婚姻家庭的关系 恢复到神原先 创造婚姻家庭的版图 然后第七个印证 就是 有一个国外来的家园 那他就为我们祷告 那他祷告是什么时候祷告 2006年 他第一次来台湾 他为我们祷告 那祷告 就是说他看到一艘船 开始扬起凡然往前行 他说神的风正吹着你们 他说船通常象征事工 那他说主说 我正在转换你们的事工 让你们的船 让你们的事工 可以装带更多的东西 要更多更多的做释放的服事 那你们要教导人 让他们知道 教导释放人 让他们来依靠神 胜过他们的困难 然后他也讲说 有很多尼戈尼姆行的人 会来找你们 有一些是公开的 有一些是私底下的 那在我们这样的服事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到 那有一些关键的人 常常会来找你们的帮助 那其实那时候 有一些时候 我们是在做公开的服事 有一些是私底下 私底下有一些人 就来我们家来接受我们的 那我们就发现到 所以一个出于神的 而且这个神的仆人很特别 他来为我们服事 一年之后他就走了 第二年我们又介绍他的服事 他会连续 好像连续几年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七集 都有连贯性 其实那个国外讲 你根本不认识我 讲完为你服事完 一年后再来 根本不认识你 他看我们中国人都差不多 就好像我们看他 外国人好像觉得 好像差不多 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你会发现到神 常常会透过一些 他的 对我们说出造就安乐圈 那借着这个国外的宣教师 对 对 先知性的预言 也来鼓励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神要带领我们的侍奉 那我们的 下一张 我们这个协会成立的 异象跟展望 这个是基督徒版 我们给内政部的叫 就一版版 那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的异象 协助基督教会 可以基督徒 尽求明白神的佛和神的义 依靠圣理 实践圣经真理 在信仰生活中 为神基督 却为神教会 简易和神起义 与神与人 与自己有美好的关系 且有福音使命 与能归主 传承基督 传承主的生命 就是说那个生命是会长 神很奇妙 就是让男跟女 在婚姻里面 熬练生命 熬练什么叫舍情 熬练什么叫顺服 熬练什么叫 甘心 为对方舍情 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容易 所以我们有三个方向 第一 协助基督徒的 将信仰落实于生活中 成为荣神一人 跟随基督的 第三 训练 训练成为基督徒 学校生的竞争旅 敬养生活 婚姻家庭相关的 培训课程 脱入相关的 服事实力 协助其他基督徒 将生的竞争旅 落实于生活中 集定能归主 传承基督门主的使命 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 我们帮助未婚的 不是帮助他结婚的 我们是一条线一直划到 建立合神心意 健康幸福的基督化 一直下去 一直到建筑面 而不是说 我们目的是帮助他结婚 所以 参加我们协会课程都知道 我们是要帮助他一次 继续不断的成长 从婚前学习成长 交托 祷告 对付自己老我 很乐体的生命 然后两个人要继续成长 这是我们的 我跟师母 从神来的忍受 就是要帮助他们 要切地和神心意的人 如果他没有结婚 一样 我们仍然是要活出一个 妻妒化 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那我们要进宅 走小路 要得天国的奖赏 最后我们的展望 来我们来读 加拿协会粉丝的形态 两两种模式 一种种式 接受教会的邀请 协主地区教会开办 讲座 课程 培训 夫妻家庭 等的方式 另外一个是 透过协会开办 讲座 课程 培训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在一些地方开拓 还有有些时候就跟人合作 像我们的方式 用这两个方式 会用这两个方式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在一些地方开拓 有的時候就跟人合作 像我們五月到七 七月到九月我們是跟內湖大職聯導會合作 就在內湖那個地方就開 要幸福先修班的課程 就有一些內湖大職的弟兄姊妹參加 那我們做一些訓練 我們也有通共參與課堂 那有一些戶外活動 就跟協會的弟兄姊妹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成立這個加拿協會 是神自己啟動的事工 所以我們相信神會預備我們相關的資源 進入這個協會 成為更多基督徒社會人士 個人領域成長 所以我們盼望就是跟迦南協會 迦拿跟迦南 合作 那也需要你們為我們訪告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在今年的協會週年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看見神的感動我們才做 有一些事工我們有規劃 明年要怎麼做 但是計畫趕不上什麼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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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趕不上什麼 神的一句話 是神 神說要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神如果說你們有什麼 我們明年規劃要去新竹 要去台中 要去花蓮 跟他們的當地的 衛軍的基督徒做一些的聯誼 一些的交道 但是我們一切都要順服神 神是我們的元帥 神是我們的發號司令神 我常常跟我們的同工講說 你不要聽我 你要聽神的 神怎麼樣感覺 我們都跟神照照 那理事長跟所有理事都是不知心的 只有秘書長知心 我說你是知神的心 但是我們是陪你一起 我們都是貧信心 其實我們去年在規劃今年的預算 其實我們都只大家都規劃 辦公室有人有債卡多負責 有的常務監視他真的是大力 連水電費也不用出 電費也不用出 電話費也不用出 各方面都是他負責 他還提供兩部電腦 所以你會發現到 真的神很恩待他 也恩待我們 那明年的事工 所以我們就老告兩萬神 那我們也一些會員 也很搭理支持 那我們希望說未來 我們協會不想是 能夠因為有一些人有需要 我們就希望有諮商史 能夠幫助這些特別需要 那現在那個地方很有恩典 但是他可能比較不能得出諮商事 或者是有一些辦公室 或者有一些像這樣的教室 我們那個地方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就是禱告神 能帶領罪 相信願神祝福 我們也祝福你 我們一起來祷告 今天來聽過我們向你感謝 這個加拿協會是你啟動的 因此我們相信今天晚上 藉著這樣的分享 把負擔把從神來的領受 向弟兄姊妹來分享 願加倍感動我們的靈爹 也感動所有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一起來 為神的事工大發熱情 讓我們也為 我們看到這世代當中的 離婚率那麼高 幫助我們可以關懷這個區塊 讓神的愛 讓神的憐憫引到 全能的神 你是又真又活得神 讓這個事工成為神福音的一隻手 把神的愛分享出去 也把他們帶到神的 所以我們感謝上祢 為祢親自持恩 把一切的無料送在各位內 老公我感謝靠耶穌的祢 我們要看一下我們 十二分鐘我們的簡介 等一下請阿吉彩童分享 請阿吉 不是阿吉 阿瑟 阿瑟 跟彩童分享 就是在看 就是是 不是在照顧 他的國外 社團法人中華加拿 婚姻家庭成長協會 以從事交友 婚前 婚姻 家庭教育 為發展重點 領執著聖經真理原則 教導現在基督徒 一個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觀念 恢復家庭功能 完成神原先對於婚姻家庭的藍圖 因此透過舉辦相關活動課程 以協助教會發展更加健全 有鑑於現代社會充斥著許多家庭問題 傳統家庭功能已受到嚴峻的考驗 夫妻、親子等級之間的溝通 運行困難 當然就連基督徒也難免受到 整個世界價值觀的考驗 國內與有許多教會 開始重視家庭事工的重建與栽培 然而還是有許多小型的教會 由於缺乏足夠的學習管道 與師之陣容 以至於無法有細工的裝備與追蹤 2010年在上帝的感動與代理下 周聖發牧師、趙非比師母 以及過去因著接受婚前、婚姻補導 濃縮好處的眾多夫妻們 共同成立社團法人中華加拿婚姻家庭成長協會 周聖發牧師、農神代理 擔任第一屆理事長 就是要以具體可實現的目標 以交友戀愛、婚前、婚姻、家庭教育、協談 來服務教會界的弟兄姊妹 以及慰德之民 珍愛請為基督徒交友活動和課程 協助基督徒建立良好的良性關係 傳遞合乎聖經真理的根基建造 進而於課程、活動中有機會認識 神所帶領的人生伴侶 建立合神心意、健康、幸福的基督化家庭 真的也是有很多父親、他們的關係 產生了一些問題 很多部分是來自於他們 在婚前的時候就不會了解 兩性、當地的那些差異 根基5月15年 我們20多年的婚前輔導的經驗中 我們發現光只有婚前教育、婚前輔導 可能還能夠 最好能夠從他們開始認識的時候 交往階段 他們就開始接受交友輔導的幫助 幫助他們在溝通 幫助他們在了解彼此的差異 這樣就可以減少他們中間一直溝通、認識的過程 也可以減少在交往當中他們的摸索結論 很感謝佳奈 他是有這個震撼晉慧的活動 我和阿富在這個活動當中一起學習 只能這樣 像這樣的一個交友團隊 他說我們交友是一個團體性的、活動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當中去學習 如何跟溝利性下屬 可是在這個社會上我們真的看到 越來越多的團體開始搬溫潛的交友 可是社會上的團體 常常是讓很多人 好像為了結婚而去交往 讓很快的 這個參加那個參加 可能一年裡面參加我這個地方 甚至更尷尬搞不好 這個女孩子她到處看到 這個男生也到處遇見 然後我們跟家人團團團團 認識了 然後就變成自己的 也許家人太太 可是我們聽到很多的歷史 到最後其實都不太好 我們後來發現其實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只是去交往去活動 但是本身對於婚姻 對於交友甚至兩性的差異 根本都不了解 所以他們交往裡面也非常多的困難 那比較幸運的人 老婆可以記住婚姻 就是多數其實是帶著恐懼 甚至不是很有把握的覺得 還是記住婚姻 所以我們特別看到說 其實我們除了辦事件 我們讓大家有更多平台的認識以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有法官 而且是有輔導的幫助 所以當我們在跟著他們的認識過程裡面 有一些課程 有一些教導 發現這樣的話 他們不但在自己心裡面 知道自己做什麼 進入婚姻也比較有把握 最重要的是真的是有這些陪伴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發揮一點功能 不只在教會界內 其實是不清楚的 我覺得我們願意用上帝的愛 來陪伴他們走出這一段路 協會自2010年即開始 第一梯次的真愛起飛基督徒交友活動 至今已舉辦過許多梯次 每個梯次皆有超過四五十位來自不同教會的參加者 室內課程講座也超過三十多位 從中不能發現現代青年男女渴望擁有親密關係 透過正確的教導與學習 以調整自己面對婚姻的態度 進而改善自己與上帝的關係 讓自己成為適合進入婚姻家庭的人 那我覺得很高興地參加加拿新衛的課程 這個課程很好 也有一個很好的交友環境 在交友的過程當中 多四十五十才會有最大的幫助 甚至有一些結婚的弟兄姊妹們 他們也可以分享他們的經歷 才多我們的幫助 過去我一直認為 就是參加這個單身聯誼活動 時間是越短越好 而且只要找到對戰之後 我就可以離開單身生活了 但是現在人生愛小朋友 並不是一個單身聯誼活動而已 在這當中我認識很多愛子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一起學習 而且一起勉勵 有難過了 有三四個事情 我們跟互相彼此加油打氣 甚至啊 弟兄和弟兄 姊妹和姊妹 他們在私底下的關係特別的 因為他們會一起禱告 一起服侍 第一次 加拿珍愛情非事工 除了課程與活動的安排之外 我們亦要求 每一位參加者 在參加課程與活動之前 都繳交 擇偶對象 調查表 這份調查表 將有助於 輔導同工 瞭解每一位參加者的需求 包含他們的聯合特質 擇有需求等等 而協會也會不定期舉辦 誰來晚餐活動 將相同屬性或適合的對象聚在一起 輔導同工們也會在參間 引導參加者分享與談話 協會也陸續將這些資料 加以建檔整理 以充實資料庫 未來將有機會發展 配合系統 藉由法官與管理 以提升參加者的交往體質 並在一套完整輔導機制下 建立安全的交流環境 以珍愛育成 吸督化家庭施工 遜課程 透過系列專業課程 以慈濟演練 小組互動 家庭銀匯 以增進夫妻情義 強化親子關係 提升家庭公益 進而開展至 月常生活中的運氣關係 我們已經結合超過10年了 其實以問者來發現 能夠保持彈性是很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方便 這時候如果能夠夠 活在地學習 和被提醒 這樣子我們在婚禮當中 過去發生的問題 就能夠被避免 出妻關係 在一個家庭當中 他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夫妻關係不夠牢固 就會影響到家庭的氣氛 讓關係結鬥濕 很多小孩子 也容易因為父母親 他能夠過婚禮關係發生問題 而造成這個小孩子 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跟其他人的人際關係互動 造成一些問題 那我們協會 希望透過系列性的教導 比如說在婚姻親職 還有等等專業課程 做一些的教導 一些的課程 能夠幫助夫妻關係 回到一個 神所預定的一個祝福 而且能夠把上帝 在家庭中的享受 掌握 我們家庭是這個樣子 就是夫妻呢 個別跟兩個孩子 星期三 是我先生和大兒子 那我呢 就和小女兒 星期四呢 就是我跟大兒子 先生呢 就跟小女兒 然後星期五呢 就是我們全家的家庭 進來的時間 中華加拿 婚姻家庭成長協會 除了關心 每一個基督化家庭 實際運作之外 還開設家庭相關周邊課程 幫助家庭更加健全發展 例如健康講座 理財規劃 親持教育 法律諮詢講座 夫妻營 家庭成長營 現在人最大的困擾 也是最大的煩惱 就是他們大家都太忙了 那麼其實不只是大人 連小孩子都好像 來到這世界上 就開始盲目起來 那當然 其實家庭是個最簡單的生活單位 如果連家人都不能夠在一起 我就會連個人之間 弄彼此相害是不太可能 很真實的經歷跟呈現的 那麼我想婚姻跟家庭 是我們生命當中最大的兩塊 那這兩塊其實不是很自然而然 就能夠得到幸福美滿 而是需要經過一些學習的 那我真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在 婚姻家庭這部分來幫助很多的家長 或者很多的孩子們 我覺得不管你來個階段都來得及 越早的去正式 人類之間永遠是有差異的 但不是只有婚姻裡面的差異很大 其實妻子之間的婚姻 婚姻啊 想法啊 世代的差異啊等等 都是需要認知去學習的 那我們得到一個學位 都要花滿長的時間 可是我們卻對於 經營家庭或婚姻 竟然這樣子好像掉以輕心 所以我想很容易 家庭婚姻都被破壞 我想用 希望我們協會整個是可以 團隊所增現的事 可以長期的 在這個領域裡面 能夠各自在眾的 請兒聖的弟兄跟我們分享 兒聖的見證 都這樣見得 我們喜樂很好 到前面 錄影純正 到很多地方玩喔 但是我們要抱你 陳索索阿克 愛子的弟兄們大家 大家好 好 我剛才聽的這個我是蠻感動的 說真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整個佳南的起約 我真的蠻感動的 我覺得神真的是很奇妙 我覺得神真的是很愛護他的兒女 我覺得神所做的真實 都是我們所求所想的 感謝神 讓我有機會可以參與在其中 我覺得這是何等大一個榮幸 我算什麼 神進軍選我 那我發覺 來到佳南協會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我的好朋友帶我進來的 就是劉家富 那我們曾經是在 未婚基督教聯盟裡面出來的 那時候奇謀有個叫做家族 他從那邊帶過來的 那我發覺他這邊的活動跟他差很多 就是我們所有活動裡面 他都是有目標的 是有目的的 他不是為王而王 他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他的結構性在裡面 就像我們的課程的學習一樣 他也不是隨便跳來跳去 他是有計畫性的上課 從第一階段的幸福先修班 再來就是 非常選擇 對 再來是讀書會 第三階段就是我們現在的 藍人與你的對話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學習環境是蠻不錯的 其實說真的 我們知道藍人是火星 女人是金星 這常常給我發覺 雞同鴨甲 你發覺他怎麼講那麼多 你都聽不懂 你講那麼少 他覺得說 你怎麼講那麼少 我都聽不懂 那我覺得這東西就是需要學習 那你說這個 在所有環境裡面 沒有那麼好的學習環境 甚至我們上網課之後 我們有一個討論時間 其實討論時間是課程裡面最棒的 為什麼 其實我們常常聽一大堆 但是你們有機會 去發表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那我覺得牧師師們很棒 就是上網課之後 有分男女的討論 混合討論 那其實有時候 弟兄需要聽到姐妹的想法 姐妹需要聽到弟兄的想法 才不會怎樣 各想各逃 閉門召居一樣 那我覺得這兩個學習是不錯的 那就像我剛才所講的一樣 其實一開始你可能是來找對象 但是你會發覺 記得知道 其實有沒有對象不重要 就是 你會發覺 學習更重要 你在學習當中 你會發覺 自己的生命都不足 你在學習當中 你會發覺 有些人是需要被扶持的 這學習當中 你會發覺 你居然那麼多的屬靈同胞 在你需要幫忙的時候 在你在軟弱的時候 大家可以彼此互相來祷告 可以連結 那我覺得現在更好的是 我們 不只真實上可以遇見 我們現在還在用Facebook裡面 大家可以不夠連結 然後感謝主的 最近我們突破200個人的進來 真是更好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牧師師母還有我 還有跟家父母 我們在討論說 主啊什麼 爸 我們Facebook很冷 就是有那個 但是都沒有人在動 那就很冷 就真的很奇妙 就帶一個地銷 我們叫做自操 他一來的時候你知道嗎 馬上破把 馬上破把 就是我們留言數 一下就到100了 現在現在留言都是50以上 你會發覺 你來那個電腦每天說 100 50 你會發覺那個數字很多 但你會發覺 神真的很奇妙 我覺得神所做是超出我們所覺得所想的 那我就說 在這當中 你會發覺 人與人之間不是那麼陌生 人與人之間是這麼容易的接觸 所以你會發覺 然後你這個互動 不是只有愛情而已 甚至有更多友誼在裡面 有更多福祉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每次的活動裡面 其實也是我們絞盡牢記 因為我們希望活動裡面 不要讓來的人覺得好悶喔 來一次不想來了 所以我蠻感謝神的 我覺得我們的活動是每一次半 每一次更好 每一次半 每一次都讚美神更多 那現在我們上禮拜六才結束而已 那我們發覺 那我上禮拜的更棒是怎樣 我們發覺很多的男女之間 他們的關係互動更好 甚至可能已經開始 match到也不一定 那我覺得神就是很奇妙 那我們所做的神聖的 肉不出於神後 我們能做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不能做什麼 甚至有時候報名都已經破了 已經滿了 結果我們每次都報名 就是姊妹 一下子就篩爆了 那地球就比較不容易 其實地球就比較多 所以姊妹常常篩爆 那感謝神是我們這一次 幾乎要1比1了 那姊妹常說 你們幫活動 為什麼地球好少都沒有1比1 怎麼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那個阿布哥我們是覺得 真的是很 也不知道什麼 反而人不是這種強迫的 想盡爆 反正衛星族帶進來 也帶不進來 沒辦法 那就感謝神 如果所有所做的 如果不出於神的話 我們所做的都是完 如果所做的 結果出於神的話 你不要擔心 神會把你預備帶進來 那就是我解斷分享 感謝各位 謝謝 我真的很感謝主 其實今天是 真的是沒有預備 然後 不會也沒預備啊 對啊沒預備 我們都插紅色 對 感謝請 對 那其實 我也真的很感謝神 然後 讓我能夠 來到家長協會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哇 就是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是一個姊妹 那我們兩個都是 我們兩個都是 在外面聯誼的時候 都認識的 然後 我們兩個人都 就是這個姊妹 比我還著急嘛 因為她大我好 就是 她已經快四十歲了 這樣 那我呢 就是 三十出頭了 然後大家都很急 然後家庭壓力都很大 然後 我們兩個人 其實就 在外面聯誼的時候 然後就變好朋友 然後剛好也是 主類姊妹嘛 就說好 我們就互相禱告 然後 那就後來 這個姊妹呢 就我們兩個 當初其實在聯誼的時候 沒有去做很多的篩選 就是 不管是基督徒的聯誼 非基督徒的聯誼 我們兩個就像 五頭倉一樣 結果就去了這樣 結果我們兩個 會覺得說 其實 好辛苦喔 好累喔 然後其實她比我還著急 因為她快四十歲了 然後 後來 很奇妙 然後我們其實 彼此都 就是 一路上都跌跌撞撞的 然後甚至我們都還 很有宣教師的精神 就認為說 沒關係她是非基督徒 我只要 把她帶到教會 就可以了 結果我們都是傷痕的耶 連做朋友都 連做朋友都是 就是很辛苦 你知道 對 然後就 然後就 後來那就很奇妙 我們就進到 我們就來到 我們就覺得說 好好學習 然後來到加拿協會 然後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 我們彼此都不斷在調整 彼此的心態 因為一開始呢 她去協會的時候 因為協會剛開始在一月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 然後她就會說 怎麼每次都男生那麼少 怎麼為什麼都沒有什麼弟兄 可是 後來直到上個月很奇妙 神正就帶了一個弟兄給她 那 我那時候就 我們都說 不要放棄 不要 就是說 就是我們是來 我說放輕鬆就來學習 然後 不要想太多 就來學習 但是 真的我們在這一路上 知道怎麼樣去跟異性做朋友 知道怎麼樣 知道兩性的差異 然後其實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女孩子也就是 常常就是 就是因為她是當老師的 所以我常常就跟她講說 我說 其實齁 男人要的不是老師啊 也不是 你沒有辦法男生 就當 當小朋友 然後可是她也會勉勵我 她就會跟我講說 像師父也 其實師父也常常會跟我講 其實我說 我在活動的時候 我還是要原來我自己這麼任性 然後我常常會跟弟兄講說 你很煩欸 你很討厭 就直接就是戳 就是把弟兄戳傷這樣子 然後就會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 因為想說大家都差不多大嘛 然後就直接就會說 我很討厭你啊 你很煩 你走開這樣子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然後 而且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 只要 好好地跟對方塞那一下 就會有東西可以拿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吃 但像我們去交友的時候 我就知道某個弟兄 他全身上都是帶零食的 而且我跟他講說 你記得要帶零食喔 因為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會帶零食這樣子 然後我就知道 我有吃不完的東西 所以但是我知道 這是我的任性 也是跟師母 也是就是說 透過默示師母 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然後去修改 去修正 然後讓自己 讓自己有很多的 很多就是對在 從聖經來的 從聖經 我又記得我們在讀 就是有一個經句 就是烏潰的言語氣都不可出口 我記得我以前常常都沒有 顧慮到對方的心情 然後可能大家同年出去玩 然後我就會直接說 就覺得說原來自己應該修正的地方 不能因為說我們同齡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出去玩 然後我們就是 呃就是 就出口就會傷到對方 然後知道 該怎麼樣去尊重彼此 這是我覺得我在協會裡面 我學到最 最寶貴的地方 當然我們現在還是不斷在學習 知道彼此原來都差異 因為那不是金星來 要火星來的差通 然後就會 不知道怎麼去溝通 所以那我很感謝協會 有這樣子的互動 讓我們知道 男生的需要跟女生的需要 甚至我們也會 就是很坦白的 就會知道說 喔怎麼樣去 對彼此的尊重 在話語上面的溝通 或是在良性相處上面 如何打開自己的心 去跟異性相處做朋友 因為大家時間都太忙了 發覺這種 才發覺原來 大家聚在一起 重能力都滿低落的 都三十幾歲了 怎麼這種能力這麼低落 然後再感謝神在這樣子的互動裡面 了解神的帶領 了解神的心意 了解什麼是家庭 讓我們有願景 這是很寶貴的 謝謝 今天其實是 以為可以來吃晚餐的 所以我就跟彩虹來 我早上從十一點開會 開到六點半 就覺得說 差一點忘記晚上要來的 上個禮拜已經 對陳搜尋爽 有點刺了 今天想過了 沒想到碰到周末師跟師母 我自己是 處理不少婚姻案件 然後看到 我真的覺得是 我自己只差一點點 我有三個孩子 結婚快十年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自己在每一個婚姻案件當中 我都只差一點點 我都在跟我的當事人學習 比如說 我都覺得說 其實在這個案件裡面 只要 先生這樣 一點的話 就不會到今天這樣 只要太太那樣一點的話 就不會到今天這樣 但是 就很可惜 我們無能為力 到我這邊來 我們 我們常說 我們是婚姻的下輪工廠 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 其實都是很殘酷的 我們這邊沒有談情出外的餘地 但是我都會覺得說 我只差他們一點點 幸好 我看到你們這樣 那我下次 我太太當中 就要小心 不要這樣 所以 我們對於結婚的貢獻 可能就是說 萬一有一些 我們有一些小小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 以後想要結婚跟 弟兄姊妹分享的時候 可以分享大概就是真的 就是 其實 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其實在某個想法跟 處理某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 只要有一些不一樣 真的整個東西都會不一樣 但是你如果堅持下去 那就 因為真的請人 請完全不懂你婚姻的法官來判斷 那是真的很 很沒有意思 因為他完全不懂你的婚姻 他卻要判斷你的婚姻 很可惜 就是 我常常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包括紀錄 可以紀錄 所以 很開心 能夠 能夠 參與牧師跟師母的意向 我剛才坐在下面 突然有一個 瘋狂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說 剛才牧師提到 現在年輕人 就是要結婚的人 花很多錢去挑婚紗 去婚宴 但是 假設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又可以做生意 替協會 有收入 然後又可以幫助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 不是年輕人 要結婚的人 讓他們能夠 能夠 能夠 對婚姻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擺有多好 但是不知道這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一個結合 也就是說 告訴他們說 只要把你們婚紗的錢 拿 十分之一 來上一堂客服 對 我們如果這樣 如果要結婚的人 知道這個訊息 那在這個婚姻輔導 就可以有一些收入 說不定 可以成立一下公司也順利 所以這是我一個 不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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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發想 謝謝 謝謝